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信盈学姐 以及立法委员洪孟凯 大家好 准立委叶元芝 前次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大家好 今天叶元芝终于没有迟到了 可是她要找 可是她要找费好不好 这个公告周知 望周知 你晓得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春风得意马蹄吉 我来自看 叶元芝现在春风得意 恭喜没有 恭喜 恭喜叶芝 我们来看看现在台海 是不是比较稳定的呢 还是其实还有一些波兰在里头 我们先来看看王毅跟苏利文 在曼谷 在泰国曼谷见面了 那这一场王毅跟苏利文的会面 到底谈什么呢 我们看到美国 苏利文这里是说 强调维持台海和平 稳定 重要性 两个人是在26号27号 也就是前天跟大前 昨天跟前天见面 那这一场会面来得有点突然 媒体也是临时被告知 我们看到会后 会后的美国的说法是说 美中固然存在竞争 可是要防止变成冲突 或者是对抗 要做一个护栏 而另外我们看到白宫正时 会安排拜登跟习近平 再次通话 去年底 在旧金山 两个人有见面 可是现在还有好多 方方面面的事情要讨论 所以要安排两个人再次通话 预计在未来数月内举行 而另外我们看到 包括台独的议题 包括台海的议题 也是在苏利文跟王毅的会谈里头 我们知道有一定的篇幅 可是谈得怎么样了呢 看看报道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26号27号两天 在泰国曼谷 举行超过12小时的双边会谈 王毅重申 台湾选举结果改变不了一中原则 苏利文则向王毅强调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港媒报道 往年美中会晤的第三地 多半在欧洲 不过这次王毅正好前往泰国 洽谈永久免签协议 苏利文则是特地前往泰国会面 而双方除了聚焦台海 还讨论了中东乌克兰 朝鲜半岛以及南海问题 会后白宫发表声明 指美中将寻求更多高层外交 并要让美国总统拜登 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几个月内再度通话 美国的现在自己的国家的经济 和它的军力已经忙不过来了 欧洲 中东那边已经发生问题 如果这边亚洲 东亚这边再发生问题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警察 他现在是忙不过来的 去年11月15号 拜习两人在旧金山会晤 同意开启中美元首热线 恢复两国军事沟通 在台湾大选后 大陆对台压力势必升高 中美忙着控管冲突 步步为营 好 大家要知道这两大国 东西两大国的见面 他们谈了12个小时 整整两天 内容其实记者没有办法进去 也没有办法记录 都是看这两国会后 有记者会各自发表声明 所以到底谈什么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包括台独是和平最大的风险吗 这是中国大物这边的说法 所以我们的外交部部长 吴钊燮也很呛 他呛这个是媒体记者的用法 抢王毅说对被共产党统治 没有兴趣 什么风险我没有兴趣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大陆学者也讲了 追求台海和平 中美各说各话 其实必须讲 到底有没有共识 或者是两边的解读 有时候都是高来高去 美国说要合而不同 分而不独 可是大陆念之在之 统一 这个中国大陆铁板一块 来请教沈大老 对我们的外交部长 这样的回应 我是觉得有一点low 但是也在意料当中 我的看法跟国内的大部分人 不管来绿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看到王毅 几乎跑了半个地球 到了每一个地方 都要对方讲一种原则 嘴巴一定要讲 而且要讲得很清楚 这样的消息在国内的解读 就说糟糕了 又有武统 台湾没有宁治 风险大又要打仗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王毅念之在之的 就是台海不能因为台独而打仗 所以他才要make sure 就是说我们的对手 我们的邦交国 就是要承认一中 他最在意的就是台湾朝两中 两个中国 或者一中一台的方向 倾斜或者迈进 这个就会被逼得中国 不采取某些手段 所以他不要 所以有这些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中方 在可见的未来 我不晓得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他大概最不愿意的 就是在台湾 因为台湾而引起打仗 因为他如果在台湾 引起打仗的话 他就上了劳美的当 尤其是民主党 主政之下的美国政策 他就是围堵 围堵的结果就是不实的 虽然他嘴巴讲的是要和平 但是他其实不太反对 老共因为台湾而出手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们两强之间 什么休息底的陷阱 什么太平洋够大 可以容两个人游泳这些 其实这些嘴巴在耍嘴皮 重点是老美 就是我要维持老大 你这个老二赶上来了 我的车尾灯你不能看到 所以我要继续更加大 更加强 你最好 我不能阻止你变大 但是你要slow down 你要慢下来 我们距离应该要拉远 所以要么我更大 要么你不要变得那么大 所以现在 中国晓得老美的轨迹 我不上当的 我不会因为为了你 我打台湾 我打台湾 我就完了 我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这个王毅跟中国 在这方面的对台政策 我是相当放心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国内 看到这个 听到这个就会紧张 国民党就是说民进党 你就甘心把台湾推给美国 做美国的马前竹 民进党就骂国民党 你一心向北京表态 你是要把台湾变成 北京的嘴边肉 我觉得我们伟大的台湾人民 既不要做嘴边肉 也不要做马前竹 在这样中美两大强国之间的矛盾之下 我们何不调高自己的身价 因为我们对两边 我们都很熟 我们其实也有管道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做调人 甚至最近 昨天的一个传言 就是说非常有可能 川普年底要回到白宫 而他回到白宫 他又要足高枪 他跟拜登的围堵不一样 他要足高枪 高枪之外的事情我少管 高枪之内的事情 我要Let the America great again 美国优先 这样之下 听说他还要对中国 提高关税到50% 足高贸易壁垒 我觉得我们的领导人 如果聪明的话 应该讲 Good Let's do it 我们台湾就要怎么样 我们台湾就要宣布 我们要做两边的最惠国 免税或是把税降得最低 老共我们来往免税 然后我们两边来往免税 你想台湾会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景象 理想国 不得了 不得了大家何不想想看 为什么一天关起 到晚关起门来 一天到晚吵架 我们希望有最聪明的做法 跟最好的结果 可是我刚刚讲到 苏立文跟王毅的见面 是没有记者的 他们只有在闭门会议前 可能会释出像这样子的一张照片 会有一张照片 那会后两边各自有新闻稿 媒体像是我们 或者是美国的媒体 我们就会从他们的字字句句来推敲 到底谁对这一次的会议比较满意 或是谁对这一次的会议比较有主导权 我们来看看来自美国之音的报导 他说美中对会议的评价略有不同 中国使用什么 富有成果 这一次会议富有成果 美方是说很有建设性 所以美国之音认为 中国对于这一次的会谈 达成的结果可能比较满意 中国可能觉得这一次的谈判 或者是会谈比较满意 而美方的用词显得比较中性 觉得还好OK 大概是这样子 来 先请教这个发言人 其实我想所谓的对会谈的成果 富有成果 或者说觉得这次会谈充满建设性 基本上这都还是一种外交的辞令 我自己在观察 其实会觉得这一次的美中会谈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大致上美国跟中国都重申一次 自己的立场 中国是向美国再度强调 他当然就中国立场会认为台海 包含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他不希望美国去动摇他的核心利益 迫使他去指出一些手段 来去影响这个区域地区的稳定 美国则是再次重申 对于中国这样立场 美国并没有直接的肯定或否认 而是表达说 不希望是以和平以外的方式 来处理台海地区的议题 基本上这都是美中过去一贯的态度了 比较值得刚刚大家有讨论到 是说在这个事情过后 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也有去做一个回应 说台湾人民对于 被共产党统治没有兴趣 我想这句话 其实大部分的人 我想今天在座来宾 大家应该也都会同意 是说现阶段台湾人民 是不希望被共产党统治的 至于是说有人会质疑说 为什么吴钊燮要特别 跳出来讲这个呢 是不是有必要去这样子 做一个比较强硬的表态吗 我想这边要去跟 观众朋友们来解释说 是在民进党立场认为 当中国每一次的重申 台湾是他的内政问题的延伸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是有必要去把这个问题论述清楚的 因为包含说王毅所使用字眼 不希望被迫的 未来去影响这个地区稳定 包含我们注意到 其实中国在他们国内 是有所谓反分裂国家法 中国很早就把对台湾的统战 包含法律战法这个层面 都已经完成法律的制定了 在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里面 其实明确定义 台湾是中国认为他们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就是中国内战的延伸 所以如果台湾方面 分离的事实确定 或说有什么样重大事件 导致台湾要分离出去 或说和平统一已经不再有可能 这是反分裂国家法定义的三大要件 中国就被迫要采取行动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最忌讳的是说在国际上 如果中国取得这个话语权 把台湾问题定位为内政问题 台海问题是它的内海问题的话 这样其实对于台海的 整个风险性是上升的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当然中国每次都强调说 台独会影响来和平 但这个台独的权势权 其实时常是由中国片面去定义的 包含早期传统的台独认为说 这个如果有一个国内的力量 去推翻中华民国 这个叫台独 后来又把这个扩展延伸说 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主权独立 他们也认为这是台独的一种论述 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立场来讲 我们会认为当中国每次去强调 不管是说它去定义台独 或说台独影响两岸和平的时候 我们是有必要去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是说台湾问题事实上 台海问题是美中台三方问题 是国际问题 而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是一阵试听 薛姐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台海关系的问题 在今年的这个赖兴德上任之后 本来就预期之间会变得比较紧张 或者是说大家本来在 他过去在选举的时候 很常他就会讲说 他要这个又要再讲一次 什么蒸奶啊 要坐下来吃饭啊等等 他要成为两个沟通最大的桥梁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考验 他有没有办法实现他诺言的时候了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 不管在中美如何两强如何去做 不管是会谈也好合作也好 还是怎么样 未来的情况如何 台湾应该如何自处 这应该是赖兴德心里要有一个 非常非常明确而且清楚的蓝图 那这个也应该是 他要来努力来向国人报告的 我觉得这不管是未来在立法院 所谓他的国情报告也好 或是他对人民的喊话也好 他应该要告诉我们 接下来的四年 他对于两岸关系 他应该如何处理 或者是对于中美两强 他应该如何做选择 这个我觉得是赖兴德应该说明清楚的 这也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我们先进下广告 好观众朋友 我们中华民国现在只剩下 十二个邦交国 而下一个这个看起来 有一点点拉紧报 或是岌岌可危的是土娃鲁吗 这是一个南太平洋上的小国 最近他举行了大选 那原本的这个总理 跟我们台湾交好的这个总理 他国会议员没选上 没选上意味着说 他不可能连任嘛 所以他败选之后 是不是会影响我国的邦交呢 中华民国外交部有发一个声明 他说当选议员大多支持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会密切注意 可是大家也不必太惊慌 有学者就讲说 新总理极可能是友台派 那正反的这个学者的评论都有 可是观众朋友知道 或者是有印象的话 大概两个礼拜前吧 这个土娃鲁驻台的这个大使 接受了澳洲媒体的访问 自己讲出来说 哎呀我们现在有可能 新政府可能要跟中华民国断交 有可能会转向到中共那里去 那另外呢还有也有这个知情人士 或者是外交系统抓到了一件事情 他们抓到了说 中国有认知作战 不只是对我们发动 也对土娃鲁发动 他们出资450美金 大概台币1万多块 那换800字的评论 就是当地的媒体 当地的媒体说 麻烦这个沈大佬 你写一篇800字的article评论 登在报纸上带风向 说跟中国建交比较好 跟台湾断交比较好 类似像这样子 可是最后这个计谋没有得逞 我们来看看 虽然画面做了色调处理 一名华人面孔的男子 正在焚上物品 只是拍摄者此时上前 这是由我们前友邦 所闻寻的一家媒体 SBM Online发布的影片 迅速形容诺鲁转而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激怒了一名台湾外交官 正如这段影片所示 他焚烧了该股国旗 警察 SBM所报内容 是恶意诋毁 对这种错误报道 要表示抗议 并对有心人士 刻意以片段内容 企图操弄之举 表达强烈谴责 外交部证实 台诺端交之后 集中销毁 无需保存的业务 倦荡及物品 维护机密安全 白话文就是 焚烧物品是真的 但我方何梅梢诺鲁国旗 外交部批评 有些人士任职作战 而我身外人士最新指出 中共官媒开价 450美元给土挖鲁电视台 要求独占一篇 选后可能与台湾断交的 800字报道遭拒绝 内阁市的土挖鲁 26日落幕的国会大选 结果显示 原本的总理未能连任 外交部则强调已知的当选人 大部分都与台湾大使馆互动平凡 并支持维护两国邦誼 但是他们可能主要关注的 还不是国际议题 新的总理是不是一定在意识形态上 亲中或是对抗台湾 我也不这么认为 也就是说 接下来就算新总理 我们都也还是有机会经营 不太担心土挖路 学者倒是忧虑 刮地马拉 选后外交风向 轨调多变 对岸持续对我国执行压力测试 所谓是450块美元 要当地媒体带风向 写文章 写说中国好棒棒 台湾好坏坏 这个证据在哪里呢 一开始的文章是来自于 靖传媒的独家 看到这里 他写说 涉外人士指出 然后本刊取得一封email 是中国环球电视台 24号寄给当地媒体人士 内容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800字评论 然后代价是450美元 他又把这个email重置在这儿 他说是原件文字重置是意图 这是来自于靖传媒的独家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是把现象讲出来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 也有学者警示 他说其实图瓦鲁也好 诺鲁也罢 其实都是南太平洋的小国 重要性不及这一个国家 我们中美洲的邦交国瓜地马拉 如果他也转向 那才是大大的隐忧 因为他的说法是说 他隔壁 其他的邻国都跟中国建交了 有一些什么贸易经贸上面的好处 所以可能要好好的 注意这件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风波 来自于网路社群影片的 这是刚刚断交的诺鲁 我们的农集团 我们的国合会的人员 现在要撤了 使馆的人员也要撤了 可是当地人拍到一个影像 看起来有点模糊 可是依稀可以看到是我们 好像是使馆区的工作人员 在烧毁一些文件 你烧毁文件其实 可以理解 有些机密文件 什么要烧掉 可是中间 怎么有诺鲁的国旗 所以当地就有引发一些争议 说你要撤离就撤离 怎么把我们国旗都烧了 我们看到我们的外交部 有一个回应 他说没有这件事情 不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外交人员 烧诺鲁国旗 这是恶意的诋毁 来 先请教我们看 我想从这边先讲回来 说不管是现在外交到底是处境怎么样 我觉得身为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我从一开始我就讲过 我们不希望再看到任何的邦交的断交 为什么 因为这断交的都是跟我们中华民国做断交 也因此现在不是说要对付哪一个政府的事情 而是这对于全中华民国人来讲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也说 外交部现在到底掌握状况怎么样 不要每一次 在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讲的说坚落磐石 或都讲的轻描淡写 但是说断就断 对国人来讲我们也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尤其是蔡英文总统 你的任期是到5月20号 其实还有三个半月的时间 我们真的不希望说你任内还有第11个 第12个 第13个断交国再产生 但是能不能告诉国人很严肃的 很务实的 很要紧的 让国人知道是说 到底我们现在外交体系上做了什么努力 不要每一次断交之后 除了骂中共以外 你们还做了什么事情 说实在话大家一起谴责 挖我们邦交国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过去到现在 我们除了说靠金钱以外 我们除了靠劳美以外 你还做了哪些努力 这一点我觉得必须要讲清楚 再者 拉回来讲 刚刚其实几个来宾也都讲到 其实美国现在他最重要是他们内政 是总统大选 11月5号还有10个月左右的时间 因此在美国他们的状况 为什么会讲说 2016年到2020年的川普 现在又有可能 他可能2024年会是一个热门人选 就是因为美国 其实在国内都有两种声音 他们对于说 美国不要再当世界警察 美国不要再管那么全球的失误 而是专心focus在他们自己国内的 不管民生经济上面 来得更加实在 也因此才有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 声音来产生 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声音来产生的话 那是不是对于美国来讲 他们现在面临到 就他们也不希望说多开战场 也因此维稳我觉得是相对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 不管是乌尔战争 不管是尾巴战争 当然不希望全世界 再有第三个战争发生 也因此台海关系是相对来讲 各方都克制 各方都相对来讲比较平和 怎么说呢 从赖清德当选 到现在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其实在不管是对会台政策 或者是说在相关的这些军演来讲 中国大陆并没有提升非常的多 反而是落鲁的这个断交 相对来说 落鲁的邦交国 这样的一个邦交的 跟我们一般 2350万人的一个生活 99%其实没有影响的 也因此这个波澜 不会造成那么大 可是不要忘记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希望平静的情况下 美国拜登总统他也已经宣誓了 他就直接讲了 他也不支持台独 所以现在台独这样的一个方面 是中国大陆不愿意看到 美国也不愿意看到 我相信在台湾2350万人 也大多数民众没有办法接受台独 所以怎么样能够正视 让全世界都正视到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我觉得这才是相对重要的 中国大陆一定会有一贯的主张 就是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也要持续捍卫 我们自己的主张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所以结论来说 我觉得接下来到520之前 赖清德要上任之前 有没有可能 美国这边会持续加强力道 之前在选前 就已经有学者这边讲是说 民进党你既然没有 要往台独的方向走 至少赖清德在选前的时候 是一直讲是想要撕掉 台独的标签的 那你的台独党纲 到底要不要冻结 其实这一点某种程度上 才是接下来国际社会 会关注的事情 来 淑慧 我们先讲那个图瓦鲁好了 可能台湾民众还是一样很陌生 这是一个号称 全世界最难抵达的国家 因为班次很少 然后还要经过匪计去转 人口大概只有1.1万人 逐渐在减少 选16个议员 也就是说每个议员 大概1000票就可以当选了 1.1万人是什么概念 我们台北也是两个里的大小 不是说人口大小 它不重要是什么 而是先讲一下背景 这一封所谓的原件重制 光是这四个字就很有趣了 为什么需要原件重制呢 因为它应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email 即便重制以后就是这样子 揭露者有两个 一个是静 一个是王定宇 公司这两个来源 我已经对它的真实性打一个大问号了 以王定宇的风格 是不用把寄件者给涂黑的 但是这一封信 寄件者跟收件者都涂黑 王定宇要保护土瓦鲁那边的收件者 好吧我可以理解 但他应该没有那么好心 还要去保护环球电视这边的寄件者 所以到底真实的内容是怎么样 原件是怎么样 用这样子号称原件重制 你取得来源是怎么来的 我是打一个问号 好了即便它是真的好了 用450块换取一篇 就是亲中的这个媒体报导 那我们台湾的外交系统在做什么呢 450块不贵啊 我们在维护我们的邦交国 从1979年 台湾跟土瓦鲁就已经建交了 你本来就也应该定期的 去土瓦鲁去告诉这个 人民两国的邦交 或是台湾的美好 对你本来也要做大外宣嘛 你这个时候去骂别人干什么呢 我觉得一直以来 台湾的外交困境 自从这个民进党执政以后 从两岸这个修兵 变成两岸竞争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预见的事实啊 民进党选择抗中这一条路 就要选择做好竞争的准备 不是吗 要像个成熟的大人 不能一方面说我要抗中 一方面说你不能跟我抢 你不能跟我竞争 没关系我们挺你啊 那你要想出来 你要如何去跟人家竞争 你要如何去抢邦交国嘛 不是一直坐在那边 像个不成熟的妈宝 不断的骂对方说 你怎么可以来抢我的 先选择抗中的 不就是民进党的两岸策略吗 哪有原知 我们每次讨论到 邦交国会不会断交 我觉得民进党策略 都是让你感觉就是 断了断就习惯了没差了 而且他们都有个套路 第一时间就是先否认 这个有可能的传闻 像怒鲁的事情就是一样 去年10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黄介正就有提醒你说 怒鲁的外交可能会生变 结果那时候外交不是出来 骂黄介正骂很难听 结果一月就断交了 断交外交部也没有跟黄介正道歉 没有 他现在说唱衰 唱衰 就是唱衰 好 现在图巴鲁这个事情爆发 讲的好像就是否认 有一些消息也说是不是真实的 到底会不会真的 方向可以维持住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就推给中共 我觉得那个信 其实要带一个风向 就是早就告诉你了 就是中共在里面介入 你看他当时就是写一个信 给当地的媒体 叫媒体去报说 什么跟台湾关系如何如何如何 到时候如果图巴鲁跟我们断 又可以扯到中共 他们又没事 然后第三个 就会开始数落我们的邦交国 这个是一个小国 你看这个人口只有1.1万人口 以前都是这样 他可以慢慢数落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现在剩下12个国家 人口加起来 只占全世界0.5% 这就很习惯了 反正每个都很小 除了瓜地马 或马绍群岛之外 然后最后就会说 没关系我们很重视实质关系 我们实质关系是有进步 可是我看一看去实质关系也没什么进步 美国确实是对我们的声援很大 可是也没有协助我们加入什么 WHO等等国际组织 然后包括是我们跟国际上面 所签的一些实质的贸易协定 自从马总统以后 蔡总统好像也没有签 说要带我们进RCEP 结果RCEP没签到就说 那个不重要 可以加入CPTPP CPTPP现在好像也没有一个头绪 然后当初叫我们吃萊猪 就是说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 然后现在也没有 ECFA可能会断 他们又说没关系 反正我们现在有新南向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贸易有深化 但问题是ECFA是免关税 你现在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到底增加多少 免关税的贸易协定 这是重点 所以我也不觉得说 我们实质关系 到底有进展多少 实质的 声量很大 可是实质到底多少 我觉得这个是 外交部告诉大家的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这么多是 因为你应该没关系 也要看这种 相断的 这种可以 大部分尽快 我会想试试 解释